所以我決定要拿電視來做實驗 哇 蠻蠻晃的 到底能夠通過考驗嗎 而且它這又滑滑的 我們晚安奈特的床送到了 我現在正要去地下停車場 把他們接進來 因為這個床可能高度有限 但不知道停車場進來的高度夠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去看一下 Ting size的床 180公分成250公分 行我這種Ting size的人 一共有三張床 一個放主臥的是Ting size 次臥放一個標準裝潤床 再來就是一個小孩房 我女兒睡一個單人床 單人床可以睡到她長大一點 其實他們動作很快 然後我實在也來不及一個一個講 不過他們現在位置都差不多到了 這間是小孩房的單人床 我女兒就是喜歡粉紅色 所以她的牆一半是粉紅 但上面可能會貼一些卡通圖案的壁紙 讓她塗鴉用的 下面就是也放紅色床架 加上她的床 不過床頭那些都還沒準備 為什麼我們今天什麼東西都還沒弄好 就先進床咧 待會跟大家解釋為什麼 主臥他們也擺好 你看動作很快 我們也還搞不清楚 到時候床要怎麼放位置 但是他們師傅有建議的擺法 先安裝他建議的擺法 直接擺就好 我們不要先去左右 因為他們擺了那麼多張床 應該比他不容易出差錯 好走 現在呢在安裝床底的時候 師傅都會先幫大家把床腳先裝好 那床腳的話 我們還會有一個VM的防滑貼片 貼上去之後就非常難搬動 你還需要搬動的話 我們就會把貼片送給你 就先不要貼 因為貼上去之後真的很難搬 你們來看 就是真的超難移動的 這樣一隻手其實沒有辦法移動 就是一定要兩個人可能這樣子搬起來 這個床架這麼重 其實它不會很重 只是因為它的那個防滑貼片 真的蠻防滑的 喔 它不會重 對 但是你抬的時候是可以抬得起來的 剛剛師傅就是在幫大家安裝這個床腳 鎖上去而已 來的時候其實 對 是分開的 它就是這樣子 很粗的一隻螺絲 這一塊墊子就是墊子滑墊 黃老師 墊子滑墊 這個是它的實木床膠 這個顏色也可以挑選 就是有深色跟淺色 那現在使用的是深色的 花錢就可以做選擇 不用花錢啦 這就是選配而已 房墊也要就定位 它們動作真的超快的喔 現在床都到定位了 床通常不會那麼早進來 在裝潢的階段 但是我床先進來是因為 要先睡在這邊 到時候有什麼過程 我們裝潢全紀錄 我比較方便紀錄給大家看 現在好不容易床都安裝好了 耐特小編也在現場 對 我是琪琪小編 第一個我們就先介紹一下 我們的床園好了 既然我們都坐在床邊了 看我們坐著的時候 是不是非常的穩固 也都不會往下滑 然後再坐裡面一點 坐外面一點 因為我們床四周都有一個封邊 那封邊就是用強化的泡棉 把它包起來 我們這樣子坐著的時候 可能剛起床 或者是你要坐在床旁邊 用電腦的話裝什麼的 都比較安全 也不會滑下去的感覺 對 這也是我很在意 我在網路上也是 研究了很多家的床 但是他們家的床運售是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不是壓縮的 對 因為有一些壓縮的床 它會捲成一圈 然後運售的時候就小小的 然後打開了之後它會慢慢彈開 可是那樣子的床 雖然它是專業 但我還是講一下我的看法 坐在這邊 如果沒有這個床園 就會往下滑 可是這個是絕對滑不下去的 起床的時候 或是想要坐在床上的時候 會覺得比較安全感 因為要加強這四周的封邊 所以我們不能用壓縮的方法 可能會被壓損回不來 就沒有強化床圓的功能了 所以他們的送貨很辛苦 直接整張床這樣子搬 剛剛我們有那個畫面就是 它是整台車進來 所以地下停車場的高度也是一個關鍵 對 應該有遇過送去人家家 沒有那麼高的 好像兩米一下貨車就沒辦法進去 因為也不能折疊嘛 不能一台車載什麼幾十張床啦 沒有辦法 其實也是可以喔 我們也是有大貨車可以送 可是剛來的那種是3.5噸的對不對 對對對 了不起載十張床 載你們這一批就差不多滿了 後面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間 床送到的時候啊 先不要急著包床單 我剛剛差點要包床包了 對 因為通常每個人都會覺得說 欸床好像這樣子乾乾淨淨的 很怕它髒 然後就趕快把保潔墊或是床單包起來 可是其實你們看一下啊 Logo在這邊 It's Night 對 這是我們Logo 是Night 後面還有 貓頭鷹 Logo的左邊啊 我們還有一個保證卡的部分 那它是一個紙袋 保證我們的保證卡 然後跟一個活動的小卡 這邊有一個優池撕開 然後你就可以大膽的把它 拔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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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沒有 喔 其實我們特別經過我們設計 沒有濕的很完整的話 那這個紙其實這樣子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拔下來了 我們就是選擇這種比較易濕的材質 開箱第一張卡上面寫 Oh I think you need me every night Oh 我覺得你每天晚上都需要我 每個人每天晚上都會需要一張床墊吧 後面有寫 都有送一個價值800元的保證墊喔 對啊 這如果你要幫我們拍影片 或者是開箱的時候 幫我們PO在你的社群 或者是一些社群網站上面 然後跟我們說 我們就會送你保證墊 很棒吧 真的好 但這個活動 我不要截止了是不是 目前都還會持續 那如果你買的時候沒有的話 因為他拍這支影片 他只好持續持續 對啊 沒有買的 你買的時候已經沒有的話 那我真的只能跟你說抱歉了 就可能我們活動會再更改啦 會送別的東西 就是可能不是保證墊 但是我們還是鼓勵大家 幫我們開箱拍影片這樣子 這我們常會講 分享獲得更多 那邊另外有一個很像卡片的 這個就是奈利特床墊的小小簡單的說明書 哇 還做一個故事喔 對 你有catch到我耶 想要讓大家覺得說 看說明書不要那麼死斑斑 就是一本故事書的感覺 讓大家看起來心情很愉悅啊 才可以愉悅的入睡啊 然後也有他們的客服啦 對 那服務時間是週一到週五的 早上9點到晚上6點 其實我們週末有在回訓息啦 但是臉書的粉絲專頁應該是沒有休息啦 對對對 我跟你說現在做網路的生意 其實就是那麼辛苦 噢 等一下 好 重點 床架 可是這個床架啊 我們還沒有正式販售的商品 未來會上架的 反正他們說這個床架是 為我們相互相互退的準備了啦 他們還在開發 有可能還會再進一步的改良 對對對 跟我有可能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不過床架要 我選的是全品的 不是排骨架 或者是不是網格狀的那一種 對對對 因為我們在一些比較大型的連鎖店 比較容易看到這樣子的床架 那種床架睡的我覺得會不舒服 床墊如果沒那麼厚 或睡前是乖乖的 其實床架的選擇跟床墊 搭配起來其實也有差別 因為如果你的床架是比較堅固 厚實的這種感覺 可以更襯脫獨立桶床墊的彈性跟糖感喔 如果你預算夠的話 其實可以選六分版的 就比較厚實 支撐力也比較足 整張都是很完整的支撐跟撐托 那你的床墊的效果 躺起來會更好 就建議大家就是選床架 也是一門重要的功課 對 我是不知道怎麼挑啦 可是 很抱歉 我還是不清楚 我也不清楚 哈哈哈哈 他也不清楚怎麼挑 床墊跟床架還要符合尺寸 對 因為其實現在非常多 就是IKEA日式的無印良品 他們也進來之後 就是大家可以買到床架又更多款式 但是他們的床架是歐規跟日規的 跟我們台制的規格又不一樣 購買床墊很常發展錯誤 就是這個尺寸的床 可以放著進樓的床架 但是如果你的是那種內砍式 有時候其實就沒有辦法 這麼容易篩進去 而且你就算篩進去的話 它如果貼得很緊密 你要換床單的時候 就會尷尬了 介紹一下我們瓦安奈特的背景 其實瓦安奈特是台灣自床的工廠 那已經35年 我們的材料 材料也是台灣的 對 台灣生產的 就是師傅把整張床製作好 也都是在我們工廠內 然後我們才會運到這邊 瓦安奈特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款床墊 其實也很多客人問我們說 欸 你們床有軟硬度可以分嗎 那我們只有尺寸可以選 35年來自床的經驗 我們知道 台灣人比較適合的軟硬度 跟他們比較喜好的軟硬度 所以我們有請了大概100位的人 幫我們測試 瓦安奈特床內的軟硬度 那他們都覺得 欸 其實很適合 95%的人還滿滿意的 就是它的軟硬啊 Q彈 所以我們就決定 就只推出這一款床 好啦 講到它的Q彈 我跟你說 我其實是看他們看一個很厲害的廣告片 棒的意義 疊疊樂在旁邊 然後一個人住上去 那個疊疊樂沒有到 也就是說整邊人 如果他動來動去 我是不容易受到公的干擾 或是我動來動去 他是不容易受到干擾的 就是因為我們床墊是獨立桶的嘛 每一個彈簧都是獨立分開的 所以他就不會互相干擾 你躺上去的時候 你身體的這塊彈簧來動 那隔壁的 他就不會送到你的干擾 坐席不一樣的 也是滿適合用獨立桶的床墊 你要做實驗嗎 我自己來一個高成本的實驗 那我們先把這些可愛的說明書 放在旁邊 我決定要拿電子來做實驗 然後把電子放在上面 反正電子已經準備好在這邊 然後待會兒要先把它放到床上 因為電子的腳是尖的 所以我想請電影的東西 才不會把那床弄壞 哇 滿難晃的 到底能夠通過考驗嗎 而且他這又滑滑的 我是重量級體重的齁 我95公斤喔 哇賽 好像可以再激烈一點 還是你要直接用跳的 滿猛的可以 他們自己都不敢這樣子 對啊 真的真的很狂 因為我也不敢用電視來做實驗 55寸欸 我是敢拿積木 我覺得通過測試 這床床 保證不會跑到你的隔壁的旁邊了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奇奇小編 來為我們做晚安奈特床的開箱和介紹 但是他剛有跟我講說 床不是說這樣子就試完了 他希望我好好的睡咖個兩個月三個月 再來好好的跟大家分享這體驗 拜託拜託Ted 幫我們體驗看看他的新的感想 然後再推薦給大家 因為他們也有試睡 對我們有試睡120天 那120天之內 如果你覺得 120天快要4個月了 對啊 很狂吧 時間之中你覺得太軟或太硬 或者是你覺得不合適 你都可以跟我們說 然後我們就會幫你把床墊回收 那這都是不用再添加任何費用的 但是要幫我們做一個喔 就是你的床墊要保持乾淨 跟不要損壞到他 不要在上面尿床啊 對對對對對 貓咪寵物 不會啦 大家買了床 應該都會好好的保護他 珍惜他 床這個東西 是我覺得最不能省的 避免好不好會影響 一個人的生活 一個人的工作 被影響了 人生就被影響了 這很嚴重 對如果你睡不好的話 你可能每天都從沒苦眼去上班 然後老闆可能會問你說 到底怎麼了 肌瘦這麼差 對所以你每天都是要睡得好 他們床有分各種尺寸 那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 房間的空間 記得去量一下 可以知道你要選哪床床 價格從多少錢到多少錢 從9990元到24990 這樣就是最貴的 對 這張為什麼最貴 因為電視不會倒 哈哈哈哈 因為它尺寸比較大 對啊 它是T SIZE的 182 210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定製的尺寸 可能就是真的比較高 或者是空間比較小小的話 其實跟我們說 我們都可以幫你們定製 因為我們就是工廠 我試試看 我177 我177 如果我的腳是剛好對著的 嗯 那通常會大概睡到這個位置 然後腳就不會那種跑出去的 對 不到190公分左右 應該都還沒有問題 應該吧 因為我個人也沒有到190 只有160 我最標準雙人就可以了 大概兩個月三個月之後 我們還會再拍一個 就是這段時間 長期體驗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記得繼續鎖定 我們裝潢全紀錄的 這一系列的節目 今天謝謝奇奇小編 謝謝TED 要拜託你囉 哈 好啦 那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大家再見 掰掰